現在時間是2點27分 距離今天說明會正式開始還有3分鐘 請各位兵盡速就座 謝謝 另外在各位兵的資料袋中備有發言條 各位若有任何問題可先記錄於發言條上 並於Q&A時將發言條遞交給在場的服務人員 此外麻煩各位記得將手機調為震動或靜音模式 以例會進行 謝謝您的合作 今天本公司特別準備氣炸鍋一台 掃地機三台 方形不沾鍋組六組 將於發表會後以摸彩方式正與在場貴賓 請與會投資先進別忘了將名片投入摸彩箱中 被抽中的貴賓唱名三次 不在現場仕同放棄 我們會將機會讓給下一位現場貴賓 首先向各位貴賓及投資先進報告 有關因法令規定揭露之風險事項 即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會及上市審議委員會要求補充揭露事項 一風險事項 一產業風險 一全球保護主義抬頭影響全球貿易發展 自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 因已開發國家經濟景氣尚未復甦 加上歐債危機及新興國家發展虛緩等因素 造成全球經濟景氣不確定性升高 然 部分國家政府為保護國內產業 紛紛推出相關保護措施 而在保護政策之實施下 將影響全球貿易自由化程度 不利全球貿易發展 二 全球匯率變動 促使成本及獲利產生波動 近幾年全球經濟不景氣 而各國政府為刺激景氣 紛紛推出相關之貨幣政策 然在貨幣政策之實行下 亦造成全球匯率有明顯的變化 進而對企業之營運獲利產生影響 二 營運風險 一 業務方面之營運風險 一 市場可能之供需變化 在市場需求方面 雖本公司系屬國際貿易業 為其商品主要系以家庭 個人等各類家具用品為主 與民生消費息息相關 因此長期而言 會受到民生消費需求變化影響 而本公司主要銷售地區為美國及歐洲地區 依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 2009年全美平均每人寧可支配所得為35,616美元 至2016年已達43,433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達2.88% 此外 在整體消費方面 2009年全美消費支出為9萬8,470億美元 而2016年為12萬7,579億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為3.77% 另根據國際研調機構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研究顯示 隨著全美個人年可支配所得 及全球經濟景氣回溫 預期 2016年至2021年 全美國居家生活用品市場將持續溫和成長 至2021年整體市場銷售值將達12615.900萬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約為1% 顯示民間消費需求及居家生活用品需求 均將持續成長 此外 就歐盟統計局統計 2009年歐洲區19國之實質調整之 平均每人家庭可支配所得貓額為 20,692歐元 至2015年已達23,248歐元 年複合成長率為1.96% 而在消費支出方面 2009年歐洲區19國之整體消費支出為 525萬1524.700萬歐元 至2016年為587萬7022.1百萬歐元 年複合成長率為1.62% 亦為逐年成長趨勢 整體而言在歐美地區個人可支配所得 及消費支出成長之趨勢下 加上2016年下半年起全球景氣復甦 預期對未來居家生活用品市場需求 將有正向的影響 就市場供給方面 由於本公司產品為日常生活用品 故市場供給眾多 而隨著全球經濟景氣回溫 在民生消費力道持續成長的帶動下 亦將推動整體市場供給成長 整體而言受到全球經濟景氣回溫 將有助於本公司之產品市場供需市場成長 而本公司亦持續推出具特色化產品 以增加市場競爭力 三其他重要風險 請詳見公開說明書之說明 二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會及上市審議委員會 要求補充揭露事項 一 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 最近其業績變化合理性之評估 二 銷貨及應售賬款其中於TriStar集團 及調整受信條件之原因風險及應用措施合理性之評估 三 公司維持商品精準開發 創新及品項多元支競爭能力評估 產業及運用風險應用措施及其他詳細揭露說明 請各位參與資料袋中的補充說明書 並請參與公開資訊貫測站 本公司現今增資發行新股申報用之公開說明書稿本 凱益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前業績發表會正式開始 今天非常高興各位貴賓各位投資先進撥控前來參加 凱益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業績發表會 現在正式開始今天的議程 現在先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葉皇企總經理引言並揭開序幕 掌聲歡迎 我們台灣證券交易所這個李富黎 還有林組長還有王專員 還有我們凱益國際的這個蔡董事長 蔡總經理林財務長 還有我們德洛伊這個謝會計師 還有我們凱益的經營團隊 各位投資先進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這個上市前業績發表會這個參與相當熱絡 那據這個蔡董事長的團隊今天有提供獎品 所以在座各位等一下會後 都有得到這個我們凱益自行研發行銷全球的這個這個生活 生活用品 那我看好幾個呢這個品質呢這個都相當不錯 再度歡迎 這個這個來參加凱益上市前的業績發表會 那我僅代表佣金政見來這邊呢這個引言 那我想我們看到我看到凱益這兩個字呢 我想到兩個人 一個就是這個後益 後益 這是中國的神話故事 這個後益呢他是用這個精準有力的弓箭呢 把九個太陽射下來 但是我看凱益呢 他是用這個這個精準的產品開發跟行銷呢 這個射向全球這個65個國家 這等一下呢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怎麼射的 那另外呢我也想到一個這個這個奧斯卡金像獎的這個女影帝 叫做Jennifer Lawrence 因為他演了一部電影 英文叫做Joy 中文叫做翻轉幸福 Joy呢他在劇中呢本身是一個 算是顛簸困頓的單身女郎 但是無意中呢他就 發明了一個這個魔術托把 魔術托把 然後這個靠著這個魔術托把呢 他變身了為這個 這個電視 這個所謂電視的這個採過女王 採過女王 就是一個採過女王 那就呢目前呢本身呢 擁有千億的一個資產 也是我們凱益的一個客戶 那這個故事呢 也告訴我們呢 一個研發的一個東西呢 一個產品呢 能夠大量行銷呢 可以造就一個不平凡的一個業績 那我想呢凱益呢 他整個呢是一個 全方位的 一個生活用品的一個供應商 那在歐美的這種 Direct TV 也就是直播的衛星直播的頻道 還有這個電視頻道 還有這個網購 還有實體通路呢 有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我想整個靈魂人物呢 就是我們一個 蔡董事長 還有這個蔡總經理 他們深耕呢 整個國際貿易呢 多年 這個產品開發呢 大概有40年的一個經驗 他所帶領的團隊的產品設計能力呢 還有研發實力呢 對於這個流行商品的一個敏銳度呢 是他們公司的一個最大的競爭優勢 那幾乎每年呢 可以推出大概100件的一個商品 那有創造呢 這種明星的一個商品的數量 所以呢 整個呢 是超過同業的一個水平 那我想鎧義呢 他是一個輕資本的一個企業 那以股本不到5億呢 他最近三年呢 整個營收呢 大概翻轉了大概三倍 從17億呢 大概今年呢 約列呢 可以達到55億 那也因為輕資本 那成本控制也比較固定 所以他的獲利呢 非常穩定 大概我們估計起來呢 前三季呢 大概有16塊多 那當然第四季 還沒有估算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 至少是 可能有接近20塊 16、17、18塊的一個EPS的實力 那以輕資本來講 這個現金流呢 是很強的 所以可能未來這種股票呢 就是比較屬於高配息的 高配息 高值利率的一個 一個概念股 所以呢今天呢 很值得在這邊來推薦給各位投資先進 那我想我們期待呢 凱義集團在上市之後呢 不管在營運 或是股價上呢 能夠更上一層樓 是我們能夠成為這個 整個直銷行銷供應商的一個 新典範 那最後 敬至各位嘉賓呢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葉總經理 接下來 請凱義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蔡摩燦致辭 謝謝大家 也謝謝我們葉總經理 為我們的引言 他剛剛提到的這個 歡轉幸福的這個代表人物Joy 也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也非常地仰慕她 那她經常給我一個case 只有48個小時可以給我的時間 說實話也是很tuff的一個女人 但是會長得成功在美國的 尤其是購物頻道 在全美的第二大購物頻道 也是全世界第二大頻道 叫HSN這個頻道 謝謝 首先呢 我感謝我們台灣證券交易所 李副理 還有我們的林組長 還有我們的網專員 還有本公司的貴賓們 及董事們 各位投資先進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好 感謝各位百忙之中 偷工來參加本公司的業計畫表會 我是凱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摩燦 首先我要感謝台灣證券交易所這段時間的審查跟指導 讓本公司即將進入上市公司的大家庭 也要感謝我們的董事陳雅吉先生 請起立好嗎 謝謝 還有我們的百姓會讀董 還有我們的博婉珍讀董 他們長久的支持跟鼓勵還有指導 那麼經過多年的這個成長 本公司股票即將在明年的一月中掛牌上市 對不起 我們的讀董陳正宏 對不起 對不起陳宏兄 那麼也是一個值得慶幸的日子 那麼也是企業社會的責任的加重 那麼我將秉持一項勤奮努力 還有我給公司團隊是一個青年操守 苦幹實幹的精神 來帶領這個團隊努力不懈的經營公司 來回報各位股東及投資者 最後我向各位介紹本公司主辦的券商 會計師級在座經營團隊讓大家認識一下 首先是我們永豐金證券股運有限公司 葉黃紀總經理 林文雄處長 張李副總經理 還有我們會計事務所 謝堅欣會計師 廖會計師 接下來是凱毅總經理 產品部總經理蔡摩護 業務部副總黃毅民 財務長林慧平 這些團隊看到都很老 已經有30歲以上的經驗 表示這個團隊確實是有一些經歷 那麼希望我們上市後 各位先進能夠給我們多多的支持 那麼對本公司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找我們的財務長林慧平 他可以為大家來解答 他將盡力為各位解決 回答所有的問題 最後再一次感謝各位的麗林 謝謝 謝謝蔡董事長 現在請各位觀看一段介紹公司概況的影片 《CopperChef360》 是熱誠的超過850度 高彈性皮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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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创造生活便利商品为企业中子 透过新极创新 专注在日常生活百货用品的研发 结合电视 网路 行路等虚拟以实体通路 以快很准的开发速度 多元通路的行销版图 打造凯义企业强大的竞争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的計务与企业与企业的企业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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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 各位投资界的先界 大家下午好 接下來 由我跟各位做公司的簡報 那麼稍後 稍後進行的簡報 將分成五個層面 跟各位做說明跟報告 首先 介紹的是公司的 基本資料面 公司 某公司 設立於開曼群島 於2015年5月成立 那麼台北的公司 成立坐落在永和市 永和路二段 在2017年9月30號統計期 公司的員工總人數來到468元 股本來到4.6億 公司主要經營是屬於百貨類別的商品 主要區分為五大類 就是廚房用品 家具用品 媒體服服 以及運動器材 含電子電器商品 電子電器商品類別 蔡博山先生為集團的董事理監集團總經理 公司的集團架構 在母公司底下 於台北成立BVI 分別主導 國際行銷的一個業務拓展 以及子公司的凱義實業 則負責台灣端的一個業務拓展 那在香港投資控股方面 則在大陸端成立4家子公司 分別是泰凱辛國際貿易 致力於大陸市場的業務拓展 另外兩家生產型的子公司 在寧波是新潔凱電子 主要是經營園藝類別的一個生產製造 以及在深圳端的新耕耀電子 主要在於電子性消費性商品的一個生產製造 那居間的凱燦貿易深圳 則負責集團的聯合採購 以及資源產品的相關的各項服務 那公司的整個股權結構 主要以凱模控股 凱順 凱多 凱傑 凱勝 以及永豐金證券等等主要股東成立 那麼前十大股東的占比高達八成 那前十公司在整個股權上面 是相當集中的一個狀況 公司的團隊 那在蔡董的引擬之下 那也融合了台籍 陸籍 以及外籍的多位主管 那分別在集團裡面位居相關的決策層 那各位主管們在產業的事務工作經驗 以及專業背景也相當的豐富 那平均年資都超過25年 以上是公司的基本面 那麼接著跟各位報告是公司的產業發展面 那公司在全球的一個產銷的經貿界 特別專注在直銷行銷這個領域 也就是所謂的Direct Marketing 那或許在座各位可能對於直銷行銷這個名詞 有稍嫌陌生 那麼有別於傳統的一個行銷 直銷行銷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它能夠透過一個特有的廣告模式 那麼能夠導致出 將單一商品的一個功能及特色 直接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那並且能夠跟消費者產生即時性的一個互動 那從這樣的互動能做一些有效的統計 讓這樣的一個行銷力度能夠有一點精準的依據所在 所以它是一種具備高度的一個視覺吸睛效果 以及一定力度的對於購買欲望的一個刺激 同時也捕捉消費者即時反饋的一種行銷模式 像早期我們所熟悉的 愛家愛戶 愛門愛戶的一種推銷模式 或是像電話行銷 那麼文宣 影片 廣告 雜誌等等 都算屬於這種行銷的一個模組之一 那到近期的網購 尤其是這幾年風行的全球電視購物的這種產業鏈 尤其更具備代表性 尤其是後面的這兩者電視購物的行銷 在領域上面又可區分為 所謂的採取衛星購物電台這種 買時段 自播於廣告節目之間的一種廣告模式 像電視購物 或是我們稱為DRTV 以及專屬的一個購物頻道 就是像東森摸摸這類型 我們稱之為叫 Home Shopping 這兩者的一個職效行銷的模組 更特別的能夠將商品更直接的一個傳遞 那即時的回饋 並且做出科學的一個分析 來達到精準行銷的一個目的 那這樣的通路型態 同一時間也有別於傳統的一個 從製造廠商到出口商到進口商 以及到市場單位的一個大中小盤的這種模式 無形中它也減少了這個產跟銷之間的一個層級 那省區中間的這些大中小盤商的一個通路 那麼這樣的一來 不僅有利於新商品 更有效 更有速度 更有快速度的一個快捷上市之變 同一時間在讓消費者 享有物美價廉商品的同時 也讓這樣的一個產業 更存在一個合理的利潤空間 那每一個採用電視行銷方式的一個商品 它都必須要經過一個詹密的規劃跟設計 那從產品一個無眾生有的一個概念發想 那到打造出整個的產品的一個生產的一個企劃 一直到產品成形之後 製作廣告錄影帶的一個市銷以及檔期的排定 到最終上市之後的密集廣告等等等 這些都是在DRTV這個領域裡面 從產品的成形到銷售之間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流程 那一旦整個上市成功之後 再由其廣告的力度 最終再擴大到更多其他的通路類別去 以達到一個多元合併 需時整合的一個概念 那同一時間也能夠讓單一個商品 在產銷鏈之間 在市場上面做最有效的一個佈局 所以這樣的一個消費流程 那不斷的藉由商品的創新的導入 可以接二連線的 接二連線的導入 剛剛這個同一所顯示的 這樣的一個銷售模組裡面的一個流程 那讓各式各樣的商品 循環運作在市場端 成為這樣的一個模組 有別於其他產業行銷模式的一個差異性 這是在DRTV這個領域 從產品到整個銷售流程裡面 它的一個特殊性 那從電視的一個銷售起步 因為藉由這個廣告的一個效益 所以它對於商品的一個直入市場的一個程度 它的一個範圍相當的廣闊 同時也帶給了這個商品 它非常高在市場上面的一個曝光度 所以不僅在電視行銷上面有其力度 那同一時間把這樣的一個商品 如果同步直入到不同的渠道 那也很容易的就能夠借助廣告的力度 讓其他現有的渠道的通路 能夠一起投入銷售 也就是說 那電視購物之後呢 那麼很容易的串聯到像專屬的購物頻道 或是現在已經存在的一個網購平台 來自於實體通路的店面等等 都有可能因為這個廣告 在市場上面不斷播放了效益 而能夠刺激這些原有的一個通路 那在銷售的時候 更加強了它的力度跟效益 那以公司 北美市場的一個主力客戶 TriStar為例 那它就是 就由一個DRTV一個廣告模式 將該商品一個品牌商品 就是我們的方形過去 所推出的品牌Copershift 就由這樣的銷售 那麼也同步延展到 美國第一大購物頻道QVC 以及美國最大的電商亞馬遜 當然也進入了全球最大的實體通路 沃爾瑪跟Sense Club 等這些大賣場 所以同步時間不僅在電視上做銷售 那麼剛剛所提的這個線上線下 實體虛擬通路的整個通路 幾乎在北美整個灑開 所以這次在電視購物裡面 進入市場通路裡面最強的一個力度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投影所顯示 在過去10年來 在北美市場 它這個無店鋪銷售的一個量 所呈現出來 是一個非常快速度的一個增長趨勢 然而它所佔總體的零售額 仍然還不到一成 那就意味著這個無店鋪銷售的這種模組 在未來它市場的一個成長空間 是可以被高度預期的 而且它的時效性 還可以相當的一個延展 那麼以上是跟各位說明 那麼公司所處的一個產業型態 除了在北美市場以外 那麼乃至於全球各地的一個電視購物行銷的模式 相較於全球這個零售業的總體 那麼公司在所處的產業是相當相當 未來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接下來跟各位報告的是產品的開發層面 那好的產品 好的產業 那當然必須有好的商品來做一個支撐 那麼公司在於對於商品的一個架構 專注在這個電視購物這種銷售力度的搭配 那電視購物的銷售力度雖然強 但是呢並不是每一個商品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模式來推廣 那商品有其存在一個特殊性的必要 那舉凡 像商品必須要夠足夠的新奇 還有功能性必須要夠使用 那當然不可或缺的是一個物美價廉的一個高CP值的概念 這是一個電視購物商品它必須具備的一個基本面 那公司在電視購物的一個產銷供應鏈裡面 特別著重在這個產品的創新跟改良 那帶給中端消費者在生活上品質的提升為中指 那整個產品的一個導出 它串連了從產品創新的一個理念為起步 那經過團隊的一個創意的發想 以及真正實踐到開發流程這三個大步驟裡面 所融入而導出的 作為分別說明如下 那公司在於商品的一個創新理念 特別在居家生活裡面導入的四大元素 也就是舉凡空間的節省 或是使用的一個便利性 能夠去化家庭主婦在生活上面的不便利 以及多功能的一個商品的複合 來自於現在全球暢體的一個環保健康的訴求 所以來自於這個四個理念也成為公司 就是在琢磨整個商品的一個成型裡面 不可或缺的元素 舉例像公司 可能各位嘉賓在前面也有看到我們所呈列的一些品項 像我們的伸出水管 它就是具備了一個空間節省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的太陽能的一些燈飾品 還有我們剛剛有提到的一個無有的氣炸鍋 這裡都是融入了一個環保健康節能省時省力省錢的一個要素 那尤其是我們的多功能的這些品牌鍋不沾鍋這個系列 它不僅搭配了相關的一個附屬配件 能夠讓一個鍋具起到一個煎煮炒雜蒸燜 幾乎可以同時來湊湊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既整合了一個空間的便利 也帶來消費者足夠的一個方便性 那更起到一個環保健康的一個要素 那公司在把這個這個理念整個植入 在於這個如何融入一個發想構思 開始把商品成型 接下來談的是一個發想的理念 那公司團隊經過多年的一個耕耘 已經架構了一個專屬的一個渠道 能夠在市面上不斷的收集相關的執行 同一時間也藉由每天跟國際客戶的一個交流串聯 所以能夠熟悉東西文化之間的一個差異 加以團隊都有固定的時間到國外拜訪客戶 或參加各類型的一個展示或是看展等等 所以能夠近距離的去觀察 東西文化生活上面的一個趨勢跟走勢 那回過來到公司之後 經過交叉比對跟分析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鎖定 那每一個不同市場它的消費習性 如何把這些元素 把這些要素全部融入到我們這個產品的一個發想構思裡面去 所以主動積極地與客戶之間做交流構思 設計研討 同一時間定值定價等等 那麼跟客人做出一個完整的一個企劃的一個提報 這是公司裡面打造商品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緣由 那麼公司核心團隊 將剛剛所述的一個理念 到整個創意構思的一個發展 會進入實質的作業層面 所以定期公司會有召開所謂的試調的一個研討會 Marketing Research 那麼會蒐集足夠的資料並且分析 那麼市面上成功商品的一些優劣的因素 那加以去腐存清 加以改良優化 那並且呢 我們也有長期的關注這個消費者跟市場之間的一個反饋訊息 那麼能夠針對這樣的一個訊息裡面 去融入跟導入我們對商品創新的一些適配性 那再由產品團隊在每個月固定的一個SWOT SWAT會議裡面 對業務整個團隊做一個商品的發表提案審核 那經過嚴格的一個篩選之後 才成為一個準行銷方案 往適配性的一個客戶型態 市場型態去接駁去推廣 所以公司約列每年大概都能夠推出 有將近150到250個新的品項 置入在當年度的一個銷售 那公司策略不求值 公司策略是求值不求量 最主要在以客製化為精準打造的一個前提 每一年都能夠就新品 大概有120到150個品項 能夠實質的注入公司當年度的營收 並且能夠有效的把這些營收往隔年 第二年 第三年等等做有效的一個延伸 像上表各位所投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公司過去在15年度 16年度以及17年前三季的整個產品 在年度開發所注入營收所帶來的這個各年度的數據 舉例像公司在2014年 以前所開發的商品 它所注入的營銷 在2015年度還能夠達到12億左右 那麼即便在2016年度 2016年也仍然將近有6億多 將近6億7 那麼即便到17年的今年 它還有3.5億的一個營收的注意 所以這個已經是講的是2014年前 公司所開發成型的商品 那如果從2015年度公司所開發的商品 那在2015年 當年度裡面產生14.7億的營收 可是呢 這樣的一個15年的商品 來到了16年時候 它所注入的 各位可以看 在15年所注入的 16年所注入的品項 來到了20億 那也就是給各位一個資訊 那公司在新年度所開發 導入的 從第二行的類別 大概佔比 約列大概在兩成到三成之間 可是呢 隔年度 該新品的刺激力度 在隔年會有效的發酵 所以這樣的一個 數據也呈現出公司 就是在整個產品的一個續航力方面 在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甚至到第四年度等等 有一定的力度存在 那以一個公司的一個原創作品 來加以說明 舉例說明 上述所談的一個行銷模組 一個商品打造的一個模組 將以公司 在2015年所創立的 CorpShift的品牌系列 而它的發想緣由 就是來自於2014年 那公司因為 一個單一客戶的需求 為了一個廚師的需求 而提供了一支方形 但是直升的一個鍋具 是單一個品項而已 像這樣 如雷射比所指的這個鍋型 那經過這個廚師的一個測試之後 沒想到它的市場反應 出乎意外的好 那這個廚師它本身的銷售 是屬於在購物頻道的一個一個檔期 一天的銷售而已 那這樣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反饋 讓我們團隊 用心的加以關注 於是經過分析之後 知道方形的鍋 在市場上面是有一定接受力度的 所以進而在2015年 公司從這樣的一個直升的一個方形鍋 開始加以改良設計 打造出我們在2015年推出的一個設計板 是一個四面都是曲面的一個鍋 所結合而成的方形 所以進去外觀上面的一個曲線的一個流線度 同一時間呢 我們也精進在這個鍋子裡面的這個塗層 就是不沾塗層的工藝 達到一個最有效益 對消費者最有幫助 同一時間也兼具環保、健康、無毒等等訴求這些因素 那麼這樣的一支鍋 為了讓它內容更豐富 所以又搭配了它附屬的一個元件 像這個底下附屬的配件有一個針片 可以起到蒸的功能 一個籃子起到油炸的功能 或是汆燙的功能 所以這樣的一個主題 成為我們往國外推展的一個 第一個自行開發的一個品項 那很幸運的我們能夠成功的跟 我們北美的直銷行銷的電視購物客戶 Trashtar來做合作 於是展開了這個品項 在2016年度的整個銷售模組 那經過客人之間我們的一個 謹配的一個策劃、策劃 那也按照剛剛所陳述的一個 DRTP商品開發到銷售整個流程推進 所以成功的也打進去了 美國第一大購物頻道QVC電台 並且在2016年度 以單日行銷突破24萬1千組 創了QVC以來最好的家機 單日行銷家機的單一品箱 24萬1千套 除此之外 那公司藉由這個工具的延展 馬上一系列的開展出相關系列性的商品 原因在於歐美市場他們所使用的鍋具 大小還有分類等等是非常的細膩的 所以公司也順勢而為展開了大小型的一個煎鍋 或是湯鍋 甚至還有所謂的醬鍋、奶鍋等等匹配 所以展出來的品項相相當的豐富 到目前為止已經逼近50個款式的國體 那當然除了賣單鍋之外 還有一些主套的搭配 針對不同的一個行銷通路來量身訂製 從鍋具的打造 那在廚房的領域裡面 鍋具是屬於Cookerware的領域 那公司看到這樣的一個商機 也結合客人在整個行銷的規劃 開始往廚房類別的其他商品來做延伸 所以接下來馬上我們關注這個所謂的烤箱專用的烤具 叫Bakeware 那這個其實都屬於在歐米市場裡面 一些已經既有存在的品項 是屬於常規廚房家庭用品的一個配置 所以從Cookerware延展到Bakeware 也讓我們的商品從鍋具延展到烤具 所以這樣的一個品牌架構 開始做一個行銷布局的延展 同一時間我們也延展到所謂的家庭用品 所以這次公司在整個產品品牌的架構上面 做一個項目上面 產品上面更加深度的一個深耕 所以現在展出來是相當相當大的一系列 所以也反映在2016年 從Cookerware到下半年的Bakeware 當然也到達17年 Bakeware在上市之後的一個熱賣的狀況 這個公司跟客人都帶來相當可觀的一個效益 那當然所有商品公司在創新的過程裡面 都會融入這些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也成為公司無形資產之一 那以Cookerchief在北美的一個熱銷狀況 在這裡跟各位報告的是 像它的一個電視購物的力度 經過媒體分析報導 那2016年在全北美的電視購物的一個播放次數 不分類別佔比第9名 那如果只關注在過去這個類別這個項目 那是排盲榜第一名 顯示客人在這方面行銷的力度是非常強的 也投入相當多的一個消除預算 以上跟各位報告的是公司的一個產品面 接著跟各位報告的是公司的一個經營時機跟財務狀況 那上表簡易的損益表顯示公司在14、15、16以及今年前三季的一個數據 那EPS分別來到4.79、4.8、13.88以及今年前三季的16.42 那整個營收狀況如果就整個市場的一個配比來講 跟各位做說明 那2014跟15年很明顯公司是以歐洲的市場為主 但是到了16跟17年公司成功地由歐洲轉戰北美 所以很快地在北美的市占率 在占整個營收馬上有大幅度一個攀升 然而其他的市場並沒有因此而萎縮 那如果以公司的五大產品類別來做一個導向分析 在14、15年公司佔比最高的項目是家居用品 是家居用品 第二才是廚房用品 那因為策略性的運作 公司創新商品的有效開發 並且成功地找到適當的通路上做匹配 所以在16年跟17年很快地 讓我們這個廚房用品的過去這樣的一個新品推出 成功地進駐市場 那也大幅地拉高了公司在這個品項類別上面的營收 來到了64%以及81% 但是各位還是可以對比一下這個顏色的區塊 其他的類別的話 我們還是維持在微幅的成長 並沒有因此而衰退 那至於公司的一個財務比例 如表列所示 那公司在整個存貨的作轉率這裡的數據也是相當健康的 接著各位報告的是公司的鼓勵政策 那麼公司鼓勵政策分別在14年分配了7塊錢 2015年4塊2 那2016年度來到了11.2 所以公司所採取的是一個輕資本高配息的一個鼓勵政策 讓公司能夠持續的維持成長 並且帶給股東最大的一個價值 接著跟各位報告的是公司的一個競爭優勢 跟公司的一個發展策略 那公司未屈於直銷行銷 這一個所謂電視購物行銷的這個供應鏈 那麼團隊致力於產品的一個開發 整合服務 尤其是對上游的一個生產製造 我們以設計跟優化商品 適配於市場 並且在這個量化的過程裡面 帶進來的一個成本效益 為工作的重點 來對下游客戶 來主動提報商品的一個價值性 那麼體育市場的空氣定位 提供產銷時程的一個 警備的一個規劃 這樣的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來導引客人快速度的做決策 以便讓新品最快速的時間 能夠上市並且量化 達到最佳的一個效益 那公司在整個競爭的一個環境裡面 有次大又四次 在這裡跟各位做報告的 首先公司的第一大利益 當然來自於我們所從事項目的一個產品 類別的一個多元化 因為產品的類別廣泛 所以讓集團的團隊 在思考產品如何創新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來構思 並且融入以上所報告的一些特色 一些重要的元素 來為單一客戶做一個量身打造 或是客戶背後的一個市場 准消費者的一個形態 來做精準的規劃 那這樣的一個品項 讓我們原言不決的 有很多的創新空間 在團隊裡面不斷的運作 那有了商品之後 當然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足夠的供應體系 來實現商品的一個量化 那凱伊多年累積出來的供應鏈 已經高達兩三百家 在各個品項範圍裡面 那除了跟凱伊多年的一個景配度之外 那公司本身在對供應商的一個合作策略 也有相當多的一個優質條件 那不僅是舊的供應鏈 包括未來新的合作廠商 我們都製造出相形比業界更優厚的條件 來跟對方來做一個協商 把彼此的專業融合在一起 那像尤其是公司對供應商的一個付款方式 是一直以來為供應商所信任的 那再者公司多年累積的客戶層 也是客戶這邊來之不易的一個信任度 讓我們的團隊 在遇到任何開發的過程的瓶頸 都能夠適時的跟客人做交流 並且得到善意的反饋 那團隊也已經累積足夠的經驗 不僅能夠為客人打造 同一時間也能夠深入到客人背後的一個市場性 來加以提供我們一些建議方案 那目前呈現出來了 我們跟客人的一個信賴度是相當高的 那最終公司當然搭配整個合作夥伴在市場端這裡 不僅替客戶做一個品牌的架構 同一時間公司也建議在各個品項上面自創品牌 往品牌之路來琢磨來提升 所以綜合以上這個四個競爭的利機 成為卡逸在商品開發到工廠端的量化 以及提供對客戶商品行銷方案的提報 以及之後行銷展開之後的警配供貨 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那對於公司整個集團 未來的一個發展方面 那在董事長設定的一個團隊的文化理念 苦幹實幹青年團隊 所以公司本著這個大方向 一樣不斷的在商品的設計功能上面做強化 以利於新品在市場上面的一個毛利率的提升 那實質做法公司即將展開 在產學界之間的合作 並且規劃一定的平台來吸引 對外吸引這些具備創意師理念的一些方案提報等等 到公司來做一個配合 同一時間我們還要謹佩深耕於我們的供應體系 讓我們的成型的新理念的商品 能夠快速度的匹配到 有專業度的一個供應鏈來打造 並且快速度的來做量產提報上市 除此之外對於客戶一樣 除了現有的一個市場的區域的客戶 我們還有很多還帶開發的一個市場性的客戶端 也是公司給予部署的 並且為客戶它的行銷型態 來做一個量身打造 來客製化 同一時間堆積品牌的效益 將商品 藉由商品的一個品牌架構之後 不斷的延續 讓整個品項的廣度升值市場 最終希望能夠在整個產銷業界 能夠加增這個虛實的漲合 獲取終端市場最後的利潤 好 那以上是從五個方面跟各位專家 學者做報告 謝謝 接下來還有相關的一個附件 是有關於公司對於企業的一個社會責任的規劃 請各位可以點閱一下 好 謝謝各位 謝謝蔡總經理 現在是Q&A時間 各位貴賓對於公司有任何疑問都歡迎提出來 凱義國際集團的經營團隊 將會為您做詳細說明 各位可將您寫好的發言條 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第一個問題 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Copper Chef這個品牌 2018年 續航力如何 第二個問題是 明年度新產品的方向為何 預估有多少品項 OK 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Copper Chef的續航力 我們Copper Chef現在是第一代 在第一代裡面 我們總共已經有超過50個不同的組合 那麼目前大概將近60個不同的組合 我們的售價從19塊 終端售價從19塊9毛半單鍋的一美金 到199塊美金套組 那麼第一代呢 在第一季 明年的第一季 我們再推出四個新的品項 那麼第一個品項 在昨天 四個裡面的第一個錄影帶已經完成 在昨天已經開始投產 那麼四產 那麼其他三個品項陸續在一月份會陸續推出 這是有關Copper Chef第一代的這個四個性的品項 那麼至於舊的品項呢 我們大概有將近我提到說有50到60種左右不同的組合 我們的預估是在2018年還有它的續航力 那麼第一代還是會在不同的 尤其是美國 大概有16家不同的百貨公司 總共有3萬7千家電會繼續行銷 還有最大的亞馬遜 我們利用像Facebook Line跟YouTube 結合到亞馬遜的網站 每個月做不斷的促銷 目前我們在亞馬遜的網站有將近20種不同的組合 跟20種不同的售價 這一些都會為我們明年第一季跟第二季帶來不錯的營收 包括我們就是我們第一代的續航力 第二個問題是明年度新品項的方向為何 預估有多少品項 我們第一季推出Corpership第二代升級版的國子 那麼我們寄予很高的這個厚望 那我相信我們在我們努力的情況之下 應該在我們的2月中我們會得到市場的回饋 目前我們在緊拍所有的錄影帶 那麼我們在投資了不少的美金 那麼籌拍三卷新的Corpership第二代的國子 那麼在Backaway剛剛我們在簡報也提到 我們的Backaway在今年也為我們創造了好幾百萬組的銷售 那麼我們的Backaway明年的續航力應該會 會比今年還高 另外我們已經Corpership延伸到家電停電器 所謂的儲網用品電器 也是Corpership這個品牌 那這個家庭電器明年也會應該為我們帶來非常好的營收 那麼我們在市場測試已經成功 所以在下個月1月份第一季投入大量的投產 所以這在1月份對我們的業績也會帶來相當大的注意 以上謝謝 OK 謝謝提問者 這裡有一個問題由我來解答 那問題是公司強調產品的開發 那開發團隊的人員編製為何 那如何開發出市場 符合市場需求的一個商品 以及一年度可以開發出幾個商品 這總共三個問題 OK 那公司的一個整體性的開發團隊 融合了 我剛剛所提 簡報有提到跟各位報告到的一個 所謂的理念的一個創新 到一個商品實質的打造 所以公司的這些團隊 從業務層面 我們業務的人員 到我們的美工團隊 到我們的產品團隊 在這裡都有作業到這一個層面 所以人數加總 逼近百人 那當然最後商品才 就由我們的工程部門團隊 這裡有16位工程團隊的人員 來加以實現 那如何開發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商品 那主要是因為公司有定期的 做一個市場的研調 就是剛剛提的 Marketing Research這一塊 我們每個月的會議 還有對產品的一個SWAT Meeting 來分析產品的優落強烈 那當然還有我們每天 每日在業務形態上面 跟客戶的交流 還有關注整個客戶背後的一個市場性 還有通路行性 所以這裡都是我們融入 在開發初期的時候 就要導入的一個援助 那公司一年度 大概目前平均 大概開發的項目大概在150個品項 到250個品項 那麼精準的來說 每一年能夠撮合生意拿到訂單的 大概在120個到150個品項 以上說明 謝謝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 公司主要客戶為衛星購物及電視購物業者 電子商務及網路購物平台的成長趨勢 對於公司的影響 這個我做簡單的回覆 其實電子商務是我們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 那麼未來呢 凱義的重心也會在跨境電商的這一個領域 從大陸直接製造的商品 跨越到全世界60幾個國家 以電子平台電商 那麼其實電子商務對我們影響並不大 反而對我們現在是非常受益 因為我們利用所謂的社交媒體 那麼我們 因為我們做電視購物很多的商品 我們都有拍影響 我們的影響從30秒到半個小時不等 以產品性質而定 那麼我們在這個YouTube也好 Facebook也好 甚至這個Line 在那邊做轉播 那麼連結到亞馬遜 所以這兩年我們在亞馬遜 美國的亞馬遜部分 我們的業績每年是100%的成長 跟美國的TriStar一起合作 那麼未來卡伊公司也是會針對 跨境電子電商來做相當的琢磨 所以基本上電子商務對我們並沒有影響 目前是對我們很多的幫助 謝謝 OK 接下來有一個提問的問題由我來回答 謝謝提問者 對於歐美客服的商品可退貨機制 以及公司承擔的比例有多高 那這裡說明如下 公司因為對於歐美客服我們採取交易模式 是屬於FOB的一個交易模式 也就是說公司接到客服訂單之後 那負責責任是量化商品交由到指定的貨帶 那上了船之後就完成這個程序 那之後的一個售貨服務是由客戶端來接手 所以這裡並沒有存在的所謂的退貨的一個風險 除非是來自於商品本身有一定比例的瑕疵 這個不敢講百分之百沒有 但是這個在過去公司的占比相當相當的低的 是所謂的萬分之幾的問題 這裡做說明 謝謝 公司營運是否有淡忘季之分 有的 我們在這個除了農曆過年2月份或1月下旬以外 這個因為中國大陸大部分的製造 它的休假期將近一個月左右才會恢復正常 那麼除了2月份我們的7、8月會比較淡 大概營收會去掉將近有時候去掉35到50% 主要是因為在歐美的國家7、8月都是度假旺季 那也沒有人看電視 基本上也比較到百貨公司 或是網路的銷售都會比較淡 那網路還影響不大 百貨公司影響比較大 那電視購物影響非常大 因為那個時間大家就度假 所以我們7、8月會比較淡即銷售的時候 謝謝 有關於投資先進請問一個問題 就有關於匯率波動對公司營運的一個影響 其實我們公司的一個銷售大部分是以歐美外銷為主 那少部分就是台灣跟中國的內銷比例 其實佔我們公司整體的營收比例是很低的 那不管我們賣到日本或者賣到美國或賣到歐洲 我們主要的收款的幣別都是用美金 那我們主要的一個供應商是分布在中國大陸 那我們一樣我們付給我們的供應商主要的幣別也是美金 而不是人民幣 所以自然而然的話我們在收付都是以美金為主的一個狀態下 我們是自然避險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以KY的方式回台來listing 所以我們的記帳的一個匯別是台幣 所以我們整個營運所產生的一個部位現金或應售賬款 必要時還是必須用台幣來做一個評價 以上報告 這裡有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 好幾個問題 先回答兩個問題 為了因應國際同價大漲而影響毛利歸公司的對策如何 我先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原物料漲價對任何的行業 包括不只我們公司都會影響很大 尤其在中國大陸 在8月這個中國大陸大量環保的這幾個月 八九十的時候 炒售的原物料不只桶 包括鋁 我們用最大的鋁 包括所有的鐵材全部打漲 尤其是紙箱跟鐵材 因為這對環保影響污染最嚴重 那確實影響很大 當然我們也會適當的反貴到我們的客戶群 那全部的漲價也不大可能 所以我們都會跟供應商友善的協商 然後來度過這幾個月 很慶幸的是最近 這差不多一個多月來整個原物價 包括舉例我們公司用最多的鋁 已經從這個一萬六千塊左右降到現在一萬三千多塊 所以這對我們是一個好事 那麼如果原物料降價的話 那我們公司的毛利也會略微提升 那如果是原物料漲價 相對也會侵蝕到我們公司的利潤 不過這個比例大概都在一兩個percent的這個利潤影響 對我們公司影響並不大 如果原物料大幅漲價像07、08年 那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就只能應對研發更多的新商品 重新報最新的價格 新的商品 來應應 以上 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 公司的應收票據及責務過高 然後呢 我們請財務長回答 我是先進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半年報 可以看得到我們的應收賬款的餘額 大概是13億左右 那其實我們在第三季的機報 我們整個應收賬款的一個餘額 已經明顯的下降到8億新台幣左右 那就一個應收賬款的周轉的天數來講 其實在季報我們已經降到大概43天左右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我們應收賬款的 並不會有所謂的天氣過長的這個現象 公司的股權太過集中 是否考慮找一些合作夥伴 入股 這個我沒有考慮過 我請財務長幫我規劃來回答好了 我不懂 我只會做產品跟商品研究 跟銷售 這個我不太懂 請財務長回答 就剛才各位會問這個問題 應該是看我們BP的一個股權架構 就是現在整個老闆的家 董事長的家族來講 大概是八成左右的一個持股狀態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是否整個股權過於集中 那以長期來講說 上市之後我們是不排除 就是為整個流動性來講 或者是公司未來運運發展的一個必要性 我們是不排除未來如果有好的一個合作partner 雙方在股權上的一個合作 任何的機會都是有可能的 目前是沒有 另外一個問題是 明年聽說公司要衝大陸市場 但我們 什麼 之前是不是 之前了解在大陸你們賣的不好 又為何那麼看好 明年在大陸的銷售 其實 因為我們專門在歐美市場 所以能力還不夠 所以明年我們會增加很多的人力 那麼大陸只是我們其中的一個市場 那麼大陸我們會透過五大平台 那麼這五大平台第一個是淘寶 第二個是天貓 第二是京東 第三是天貓 還有兩個平台 一個叫雲集 一個叫雲集品 可能這兩個平台 各位比較陌生在我們台灣 在大陸目前是蠻紅的 它是有點像網路直銷 跟那個網紅是不一樣 那麼我們會透過這五大平台 那麼在以後我們會結合超市 在中國大陸的超市現象 然後線上我們會組織很多的團隊 那其實我們在大陸並沒有賣得不好 我們大陸賣得很好 只是營收很小 因為我們只有五六個人的小團隊在做網路 那明年我們會擴大 那麼最重要呢 明年我們要擴大境外 我所謂的境外 剛剛有稍微提到 就是從大陸跨到65個國家 這個境外 這是我們未來要加強的地方 所以大陸的市場 是我們的一個期待 也是我們要努力的一個目標 尤其是電子商務市場 謝謝 公司如何確保最大客戶直接尋找中國供應商的合作 這一點是OK的 我們目前最大的北美市場的客人 他也非常仰賴我們公司的團隊 也非常欣賞我們公司的團隊 我們公司的團隊在深圳總部 從研發到產品 到整個跟研發設計 相關生活用品有關係 將近一百個人的團隊 是在做研發設計跟市場 所以佔我們公司將近 將近二分之一的人力 所以在這裡我們會 我個人非常的注重 那麼在這個團隊二十幾年以來 一直就是以研發為主 所以我們在創造不斷的心傷病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客人跟我們是相對的 大家互相的支持跟依賴 所以這一點我們倒是蠻有把握 在不管北美也好 還有在其他歐洲 包括德國英國 包括義大利西班牙 甚至北歐 我們這邊都有 當然日韓也有 還有紐澳 我們這邊都有 每一個國家的第一大 第二大電視購物DRTV的客人 跟我們一起合作 所以這彼此 我們都是主要是研發商品 然後投資白錄影帶 一起到全世界各地行銷 對這一點我們倒是 還有相當足夠的把握 我們的客人不自由於 與為一個單一產品 去尋找一個直接的廠商 謝謝 公司主要經營風險如何因應 我想我們公司主要的風險 剛剛我們有提到的 也就是原物料的漲價 這對我們來講是比較 比較 頭痛的地方 就是原物料的不穩定 原物料的上漲 那剛剛我也提到說 原物料下降對我們公司 會增加我們的毛利 15年原物料開始下降以後 我們研發出來的新商品 不管在中端售價的合理性 還有消費者的接受性 都相對的非常好 所以我們在16年 業績大幅成長 那麼今年17年我們相較去年 又大幅成長 那麼當然我們這個團隊 我帶領這個團隊 我們是非常努力在工作 也就是我在我們深圳總部 我們的這個大辦公室 就是苦幹實幹 超手青年 這是我帶領這個團隊 也為了要回報所有 透支改義的各位股東 那麼風險的話 大概主要是在原物料漲價 原物料漲價對我們會比較辛苦 那我們的因應也是OK 因為基本上我們做鹽花的東西 那它的利潤 有會比較比一般傳統的產品 會利潤毛利會比較好一點 謝謝 有關投資先進問到就是說 公司的一個鼓勵政策 跟未來我們的鼓勵發放的一個計畫 其實在剛才總經理的簡報 就可以看得到 從過去三年度 我們的一個payout的 一個dividend的一個payout rate 是超過八成 那基本上我們在考量 股與息的一個分配的一個原則 我們會考慮到公司的一個 資本的一個投資 那過去以2015年去配發 2014年是唯一一次 我們配發股票鼓勵的比例 比較高的年度 當年度配發比較高的原則 是因為我們要把股本濕度 從2億多做到4.3億 為了搭配再回台第一上市 股本做濕度的一個放大 那接下來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主要的一個dividend的一個發放原則 還是以息為主 那今年在配發去年的一個鼓勵的部分 我們有搭非常小量的一個股票鼓勵 那最主要也不是因為我們需要投資 而是說我們又再度適度的將我們的股本 從4.38億左右再往上再微幅拉到4.6億 所以由於公司本身並 我們雖然大陸有兩個工廠 可是我們工廠投資金額 各位如果有看公開說明書 應該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們工廠投資金額並不會很大 所以整個公司的發展主軸 並還是維持過去的一個定調 就是說我們還是會以高配息 為我們主要的一個dividend的一個發放政策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是 投任再問就是說 公司客戶的通路很多元 可以說明各個通路的一個比重為何 另外就是是否有效分分散在各個通路 其實從剛才總經理的簡報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客人的通路也不再像早期一樣 就是只侷限在一個通路 做郵購的他會去做網購 做電視購物的他會去做電商 他也會去做實體通路 所以平心而論 我們從我們直接的銷售的看來看 我們很難去推算到 我們最後的產品的最終銷售渠道在哪裡 我們指某些彩合勉強可以看得到 可是實際上就我們公司 各位要如果要細問我們這個問題 到底在簡報那個銷售渠道裡面 哪一個渠道我們佔了多少的比重 其實我們是很難回答各位投資先進這個問題的 只不過我們從我們客戶提供的一個資料 就北美區域來看 北美的我們整個Coverchef的銷售的區塊來講 大概有一半他是賣在所有的電視購物 電視購物裡面就涵蓋了所謂的未購 Direct TV跟購物台就Home Shopping 大概佔了一半左右 另外有一半是在所謂的實體通路 包括BBB Beyond或者是Sense Club 或Woma等等 也有一部分是在那個網購 而且網購的比例是逐年再增加的 公司未來的營運發展方向及策略 公司未來呢明年我們短期 在明年我們會加強我們亞洲還有中南美洲 還有東歐電視購物銷售的力道 那麼這裡我們會增加蠻多的能力 那麼基本上客戶都是現有的客人 所以我們會增加這個能力 那麼在三年未來的展望 大概就是我們投入大陸電商的市場 還有明年度我們開始跨境電商 這是公司未來的一個展望跟策略 謝謝 很抱歉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將再回答最後兩個問題 到就是說公司簡報中有提到 我們的存貨周轉率很高 存貨的備貨的原則 基本上我們在歐美的接單 我們是 我們並不是所謂的計畫性生產 我們的外銷是以接單性生產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不會去被存貨的 所以我們接完單之後 再找工廠去生產 包括我們自製的工廠 或者是外購的工廠 只有我們兩個負責台灣內銷 跟中國的內銷 這個部分才有可能會有小量的備貨 但是我們整個在台灣內銷 或者是中國的一個內銷的經營策略來講 我們都會以我們在歐美賣的熱銷商品 為主要銷售的一個產品 最主要就是考慮整個存貨的一個 去化的一個狀況 就避免日後 因為有做一些直接銷售的行為 而產生了一些存貨的一個 一個庫存產生 所以我們基本上以存貨周轉率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平均存貨的周轉天數 大概是五天左右 公司目前主要的競爭對手有哪些公司 請說明比較與競爭對手 產品的一同 公司的競爭優勢為何 在我們這個行業 當然我們有一些屬性相同的 這個在中國大陸製造的一些供應商 那麼尤其主要是在香港 有很多的印度洋行在香港設立的公司 這些是我們一部分的競爭對手 那麼事實上這些洋行 他們並沒有創新跟研發的能力 他們都是跟著我們的屁股追 所以我們現在也多花了很多的成本 每一個產品申請專業 就要申請香港 因為香港是屬於英屬系 法律不一樣 你香港沒有申請專業 你就告不了它 制止不了它的copy 仿冒 所以我們的有一些競爭追逐 是在香港的一些印度人開的洋行 這個也是蠻頭痛 那中國大陸的仿冒很嚴重 那麼另外還有零破的一些小外貌 我們辛苦研發出來一個商品 我們還沒破一百萬套 它就已經仿冒出來 從美國買到樣品 從歐洲買到樣品 他們拿到東西回來就包價 這也是我們台灣企業 在中國大陸的一大頭痛的問題 那麼這也是目前 我們只能加強我們的法務部 我們法務部現在 現在已經增加一個高級主管 而且有四個人小組 對我們的小公司 一家小公司來講 四個人 再加上我們的大陸的一些 配合的律師事務所 我們只能盡可能的來防止這些仿冒 那麼在北美Trista這個客人 我有一個競爭對手 那麼他是一個猶太人 但是他也沒有研發的能力 他的公司只是做一些 paper work 但是他目前對我們的影響力並不大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做的商品有區別 那凱伊已經是成為這個 TriStar在亞洲最大的合作夥伴 那麼在其他的歐洲主要的一些國家 剛剛也提到第一大也好 第二大 甚至有第三大的電視購物的客戶 DRTV 我們都會分不同的商品 給不同的客人做包銷式的一個合作 這個也不會有什麼區別 對我們的影響商務上商業上 以上跟大家報告 就是所謂的競爭對手 因為我們走研發新商品 所以競爭對手比較少 基本上大家在這個同行做不同的商品 但是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些印度人的這個頭腦很聰明 他們這個黃帽也很厲害 這是我們比較多花時間的地方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Q&A時間就到此結束 最後請董事長帶領團隊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加 謝謝各位的參加 謝謝 謝謝 各位投資先進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凱義國際集團的經營團隊 余會後將留在現場為大家解答 凱義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業績發表會到此結束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的歷領指導 股票代號2939 預計將於2018年1月中旬掛牌上市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投資順利 謝謝各位